Leo聊事介意天梯的故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於上曲折羅倫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10點鐘方向的Y.O Y.O這個法蘭克人擁有免費的 騎兵20%的血量加成 所以他沒有品種 但後期也沒有大漏 這個是法蘭克人後期的大問題 但是他到了地用時代 有192遊俠,非常的坦 而且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跟挖果子的時候 可以吃的再快一些些 所以法蘭克人的經濟其實上次很好的文明 那法蘭克人他比較有趣的東西是 他的垃圾兵,戰錨兵雖然有 但是沒有弓兵鎧甲跟三級射 所以後期出戰錨反制馬弓 或者是打強弩都會稍微吃力一點 那後期他還有火槍跟火炮可以做處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這邊選的文明 是曲折羅倫 完蛋了這個文明 曲折羅倫對法蘭克根本就是天客啊 那我怎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曲折羅倫的騎兵增傷 比一般的文明還要更多 不管他是要出閃避馬或是重裝駱駝 打對方的馬國的騎兵的時候 傷害會更高 那他的駱駝呢 打法蘭克人 這是完美無懈可擊的一個選項 而且他的銀罐沙蒂利 又可以讓這些駱駝的食物造價更便宜 所以整體來說 法蘭克人要打贏缺乏羅倫 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不騎作戰 遊俠配槍兵是最好的 那赫拉這邊的文明問題 也是槍兵 是沒有辦法升級的 連重裝長槍兵都沒有 所以遇到對方駱駝果的話 如果用槍兵對撞情況 驅逐弱人 是不要斬火槍配駱駝 才有可能打得贏 那這意味著 赫拉如果越拖到後期 如果變成法蘭克人槍兵配駱駝 配個垃圾兵的情況下 黃金消耗會比法蘭克人會更強 但是壓制力也會比YO更強一些 所以這場比賽 也可以思索 看哪邊誰的經濟好 跟轉兵打得更好 誰就更有優勢一些 當然每個比賽也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但是這個對局 更看重這個感覺 雖然文明上有很大的被限制住 但是還是可以靠這些基本功 圍操去做出逆勢的改變 並不會說是你文明烈士 就一定會輸 斯蒂利國是這樣子一個遊戲 還是要注重經濟跟基本功 這個黃金是絕對是一大問題 而且中間的沒有任何的木頭 變成防守的沒有緩衝空間 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城堡 去把中間這個地方插起來才行 那HERA這邊的問題來看一下 兩塊黃之道偏後方位置還算不錯 我覺得問題還蠻小的 算是有點偏天圖的感覺 哇HERA文明優勢 然後地圖又很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YO這一把 能不能逆勢反擊成功 驅者羅倫 那YO在封建時代史就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有這個騎兵的血量優勢 騎兵一開始就是54滴血 但是驅者羅倫就有這個駱駝刺 可以去反制對方的騎兵 所以你說他優勢嗎 也算優勢 但是他弱勢嗎 也不算弱勢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對決 我覺得驅者羅倫甚至比這個 印度斯坦還要更難產 因為他成型速度夠快 驅者羅倫也可以把這個 馴服的綿羊放到這個魔方裡面 我們來看有沒有放 好放了6隻在裡面 那這6隻綿羊就可以喝他的羊奶 慢慢產生這個食物出來 這就是真正吸奶的文明 驅者羅倫 又吸奶 一直吸奶一直爽 好 然後這邊呢 這邊怎麼硬上了 好 拉駱駝過來砍 哇 這個駱駝真的是封建時代的馬國霸主 怎麼打啊 沒有槍兵 這個駱駝想砍誰就砍誰啊 還好戳到一槍 這個駱駝刺口的血量只剩下20滴 哎唷又戳到連強要搞定了 哇唷 這波打得不錯 村民也沒損失 HERA凡事損失了自己所有的部隊 好 那 YO把家裡圍好了 那HERA這邊在家裡把 圍好也沒什麼問題 這裡再圍下去 圍下去就圍好 好 駱駝時代這一波送光 兩邊應該會稍微進入開弩模式 那這邊目前 YO還有這些落馬的優勢 那HERA這邊可能還要再補一些槍兵 才會比較好防守 好 好 決定圍一個比較好圍的方法 因為圍太外面的話很容易被抓 有槍兵才可以往外圍 哇 結果這隻村民還是被抓掉了 這個沒救 OK YO這裡 抓掉了一村 首殺就是由YO拿下 那這邊可以看到資源量 HERA這邊的資源量還是領先對手 明明YO的資源量 已經是很好的一個文明了 這個柴果值加速 又免費農田技術 但是由於剛剛這波打造的關係 村民有部分的村民 是沒有辦法正常挖資源的 所以可以看到HERA這邊 還是領先的 好 第一時間把槍兵給收掉 好 明明有這個 血量加成的刺火優勢 卻被HERA的肉馬給追趕著 好 兩邊生死帶了 這就是法蘭克人遇到去世羅的 會有的畫面了 好 被追著打被追著打 槍兵出來 同一槍 第一時間收掉槍兵 肉馬沒有第一時間反擊 稍微可惜了 好 帶來一隻槍兵 這次會打嗎 還是打 HERA就是 劍槍兵 斬槍兵 好 家裡趕快圍毫 好 這裡趕快繼續補 好 直接拉到底 好 品種補下 那HERA這邊有可能會 肉馬轉駱駝 然後配生鋁去撿生物 好 待會清騎兵也可以反制對方的生鋁 駱駝又可以反制對方的 法蘭克騎兵 但是這邊法蘭克走的是什麼東西 法蘭克三射箭長 馬攻策略 漂亮了 但這裡又有個問題 就算YO在裡面搶事件場 走馬攻 HERA這邊只要轉駱駝加閃避馬 也是可以擋得輕輕鬆鬆 所以YO不管是要走哪個路線 趨著羅倫總是有辦法 可以去很好的針對 好 馬攻出來 HERA應該有傻眼 怎麼是馬攻 你馬攻我就出閃避馬 私利瓦姆殺騎兵 快纏一下 我還要是動真格的 想要走馬攻路線的樣子 現在連彈道學都補了 好 這一波看一下 好 砍到了一刀 駱駝墊殘血 上高地 砍一下 但閃避馬數量不夠多 好 直接再繼續打 好 再囤一下 二級馬鎧很難點 聰明可能會被殺 要上不要上了 好 那是後面的馬攻過來支援了 好 這波反擊 HERA有點難受 還是要直接轉戰毛兵了 但轉戰毛就沒有主動權 HERA還是希望自己擁有 見面對手的大軍能力 好 但是這裏還是妥協了 趕快轉個兵 工程器製造所 哇 這波三四箭場法蘭克 打得很漂亮喔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還蓋不起來 哇 真的是要吐了 這裡並沒有讓自己的騎兵去做 爭取時間的動作 如果是我的話就想要把這些騎兵送掉 讓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蓋好 先趕快轉出個奴炮 壓制回去更重要 好 外遊這邊3TC開農 法蘭克馬攻 打到HERA一個措手不及 反擊 好 看這邊3TC繼續農 兩邊的村民術 現在是HERA領先 這個是防守反擊 現在HERA呢 他在這一兩年的改變 最大的明顯就是 他已經變成防守反擊的玩家 我們頻道在一年多前 就說防守反擊一定會變成 四季立國最強的流派 但當時的主要思維 可能還是打這些塔弓 琴 軍營 射箭場 這類的思想 可能還是比較多一點 當時我也是被說 現在主要打塔弓 還是比較厲害 或是插毛強軍士更厲害 但其實事實上結果 連HERA也加入了 本來是只有Ryper打這個防守反擊 最厲害 但現在連HERA也加入這個流派了 防守反擊了 但也不代表說 HERA就不會打一些 特殊的大招打法 OIN4的打法 他也是會打的 但是在比賽跟天梯上 可以看到HERA的打法 越來越偏向靠這個防守反擊 畢竟防守反擊的穩定性比較高 後期有更多的操作空間 主要因為你打了一個大招OIN4 打到你經濟 頭破血流 對方經濟很好 被對方經濟給淹死的狀況 YO這邊呢 雖然打馬功 他也沒有打算直接是 3TC三射箭場 直接打到底 而是也是選擇了開農路線 所以現在開農路線 變成C地鼓的主流了 這也是我覺得蠻欣慰的事情 當年預言的事情 都一一 慢慢 大家都往這個方向靠攏 而不是在找這些奇怪的大招 一波想要帶走人 好 這裡 落馬往前推 閃兵馬也繼續往前 但是閃兵馬數量一定不夠 但這波還是打到了很好的血量 那我覺得法蘭克人的馬功 還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沒有品種 他除了沒有三級射 這三級弓兵鎧甲也沒有品種 這造則意味著這個馬功 馬功的血量只有60滴血 而龍被駱駝或是閃兵馬 直接打到頭破血流 好 法蘭克轉了一些騎士 所以我要這個 三次練場 馬功法蘭克 著實有點驚艷 好 這裡再過來 投車 預判一下 不敢砸 直接走到臉上嗎 欸 Hero剛剛不砸 以為是YO小秀 其實是YO根本沒有在看 哇 吐了 好 這裡閃兵馬 過來直接敲 敲破門進去 不管了 衝就對 好 這裡先往後拉一下 這裡的問題 應該可以用馬功鎖住嗎 還是要先再按一隻騎士 騎士沒有按 好 直接過來壓寶了 好 繼續追 繼續追 追他追他 好 五台奴炮往前走 哇呦 這裡要 串過去 哇 再串 好 繼續串燒 頭車砸一發 哎喲 砸到了 好 這裡再砸一發 哇 台奴炮 被一台投石車換光光了 YO這個頭車漂亮 Hero 這一波真的是 糗了 現在奴炮送光 馬功不好煙覆 但還好這裡馬功 真的是有夠慘 怎麼可以把馬功的血量 玩到這麼慘 為什麼 職業選手的馬功 跟我的馬功 真的是長得不太一樣 他們怎麼都可以把 馬功的血量用到這麼慘 然後不損失數量 好 要不要點個草獲治療 法蘭克爾有草獲治療 可以點的喔 200塊黃金 換取這些馬功的血量 應該不虧 但是現在200塊好像有點難拿 好 法蘭克爾 張著自己的城堡很便宜 先插了一根 在人家門面上 好 那這些羊奶 還能繼續喝嗎 還是這個奶喝不起了 還是要先繞幹呢 還是不繞幹 好 可以到後面這裡喔 好 那這個羊沒有打算要走 好 後面閃兵馬 成功抓掉了一些馬功 好 馬功出來 直接抓掉 好 直接砍死這一村 好 投射出來 好 投射出來 殺村民 痛死了喔 好 法蘭克爾 現在點下了 重裝長槍兵 靈甲的科技 好 這裡要被插寶了嗎 這個也是要插寶的節奏喔 石頭550 插在這 插這吧 但是這裡有工程器製造所 這有點堵喔 好 不管 HERA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法蘭克爾點下了槍兵 突回技術 開始要專心轉步騎作戰了嗎 好 馬功策略 確實讓法蘭克爾 打虛弩羅倫的時候 有一點的主動權了 但是接下來要繼續有主動權的話 有點困難了喔 好 解掉這個 衝車差一點把裡面的羊 羊奶給打噴 暗頭死車來了 看來這個羊奶還是喝不起 好 爆出來 趕快到 直接插下一個魔防 進駐就行了 想趕快跑 魔防打掉 繼續插寶 這根寶又是能蓋起來 HERA就 就要被毀滅了嗎 但還好 電容時代已經一分半了 這裡只要用槍兵守住 頭車繼續砸 那我覺得閃避馬最要求的是 他就在連頭死車的傷害都能閃 哇 這個閃不掉了 哇 直接砸掉了大坨的 但是閃避馬順利的把兩開頭死車拿下 這一坨馬功也被消滅殆盡 這根城堡只能蓋到50% 這一波YO 糗了 蓋不起來 燙兵繼續按 但是數量上現在還是沒有辦法 跟這些騎兵披底 閃避馬開始想要往YO家裡送了嗎 戳一下 動物放下去 導響 好 可以找到一隻 閃避馬有點麻煩 但數量有點多 用時代升級好 這個城堡能蓋好嗎 衝車按嗎 結果按的是投石車 這邊按投石車 挺微妙的 但是這些閃避馬抓到了大量村民 完蛋 YO這一波 很受傷 哇靠 這個村民死的有點多啊 怎麼防守放的村民下降的反而比較快啊 進攻放的村民下降的比較快啊 防守放的村民反而是沒什麼減少 YO這一波 有點扎烈耶 這個TC 可能就沒蓋好 怎麼辦 槍兵還是戳不贏 還在砍 哇吐了 吐了 真的吐了 哇 村民樹 差距快要來到50村 40村現在是一定有的 好 這邊再來過法國場 又要被看到了嗎 哇 這個 這個真的太難受了 好 家裡這個城堡想要繼續蓋起來 但投石車已經在拆除作業了 這跟城堡 我覺得放棄的機率會很高 好 外面走著頭車砸一發 換得不錯 好 再打個一下 搞定 現在 兩個 兩個人都在 互相 不然看一下 你看我 我看你 這跟城堡可能會被蓋起來 好 直接上去 收掉 好 右邊的城堡 蓋下去 短閉馬 直接硬吃重裝長槍兵 就是不需要城堡蓋起來 但是巨頭已經出來了 這跟城堡 百分之百蓋不起來了 歪歪可以選擇放棄了 如果再不放棄 資源拿不回來了 好 放棄了 好 後來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這把比賽打得很刺激啊 後面怎麼還有閃閉馬 但這波閃閉馬是助手模式 沒有辦法自動反擊 直接被戳爛 這波終於有了一點失誤 他終於像個人了 不然他之前像個神 有點難打 像個人之後 比較好相處了 不然他再這樣下去 沒有人要跟他玩遊戲了 OK 現在馬功過來 五隻馬功 創城堡 但還好驅逐了這裏沒有散到血 射的有夠歪 跟我平常一樣 有夠歪 那接下來兩個巨頭架了起來 反兵馬往前 幫兵要小心 城堡 蓋好 城堡雖然是真的多啊 好 那現在赫拉這邊空圖 已經慢慢穩定下來了 重要的是 帝王時代 法蘭克到底要怎麼打屈折羅 那屈折羅這邊沙蒂里也補下之後 所有的軍事單位 食物都有折扣 那這一點 就像要打垃圾兵大戰 屈折羅人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槍兵而已 但戰毛兵是OK的 而且屈折羅還有大洛馬 這一點 就比這個法蘭克人還強一點點 但法蘭克的洛馬 清奇兵又有三攻 誰輸誰贏 感覺還不好說 那我是覺得 Wild這邊最重要的東西 還是要出槍兵 槍兵配火槍 或是槍兵配火炮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或是直接鬼轉持斧兵 也是可以考慮的範圍 那為什麼直斧兵可以打 是因為屈折羅人的 他的騎兵 蠻怕近戰單位的 但是如果屈折羅人看到 直斧兵跟加上步兵的組合 火槍就能搞定 所以到底要怎麼打 其實也沒有一個很好的定論 那當然法蘭克人也可以出槍兵就是了 出火槍兵 OK 這裡村民十字被抓 屈折羅人這邊點下了精銳殺騎兵 殘兵馬要到處亂砍了 後面補了一個4級 現在法蘭克的黃金有點爆量 Hera果然直接出大陸馬 這邊轉的是還刃投擲手 好久沒有看到這個單位了 這個單位一度被很多頂尖高手們被封印了 剛出來那陣子很多人在玩這個單位 但現在沒什麼人要玩 因為她的造價真的很昂貴 通常要點下莎迪莉之後才出得起 因為她的數量要多起來才有用 少量了一兩隻 完全是沒有辦法變成主戰力 甚至好會被各個擊破 Hera這邊已經點下了莎迪莉 重裝弱駝 還有彈道學二防 大陸馬開始多線騷擾 好 反而個人轉出了槍兵配火箱的一個打法 但沒有遊俠 沒有遊俠 槍兵搞定 後方的弱馬騷擾 這裡有一隻弱馬 抓到了後面村民 好這裡進攻 槍兵戳 這個村民一直被砍 很難受 但是WOW正面已經 步步 步步來了 環勒投擲手 現在再輸出 後拉 我是覺得環勒投擲手 這裡有必要出的必要嗎 哇靠啊 真的要打了 欣瑞點下 轉個火槍配肉馬不香嗎 一定要打環勒投擲手嗎 手比火槍兵還要短 而且還會被火槍兵增傷 所以環勒投擲手是步兵單位 好在這邊勝利招翔很漂亮 直接逼退了火槍兵 好這裡勝利 直接應招 進入到了城堡射程範圍內 沒有打算要取消 好這波肉馬 撞掉了非常多的槍兵 可能投擲手 現在 數量越來越多 好這邊直接手撕火砲 有機會 nice HERA 這波打得漂亮 好左邊的肉馬過來 槍兵不戳 OK 戳掉一些肉馬 屈者羅 現在戳明書163村 經濟已經領先了炮耀2萬 已經來到1萬9的資源量 我的天 環勒投擲手這邊串收 哇 這個呼拉圈 串掉了很多火槍 好環勒投擲手的優點 移動是不快 要追上火槍兵沒什麼問題 直接投爛 好 肉馬上去追 後面村民一直修 環勒投擲手數量被城堡射的速度很快 好這裡直接串掉了大量村民蓋寶 修寶才對 哇 環勒投擲手又立了大功 肉馬再出來又抓掉火砲 YO的正面已經潰不成軍 沒有火槍 也沒有槍兵 在前線防守 這一波多線 這根城堡 就是有Hura拿下了攻城 好 3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了 左邊補下了一根城堡 好後面也補了一根城堡 現在槍兵的數量 有點多 貼了上去 往後走往後走 城堡正在建造當中 好搞定了 這一波城堡蓋好 巨型投擲機 也終於要架起來了 肉馬一直往前 沒有後撤 完了投擲手 被打也沒差 兩邊對蓋寶 但是YO沒有巨頭 暫時有點難拆 拆那個城堡 好左邊又有一個對蓋寶 想要控制個黃金 但這兩根城堡是怎麼回事啊 這個寶都蓋起來了 別挖了吧YO 這個 黃金挖得有點兇 但正面這個黃金 要是也失手就要打出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YO最後三射箭場 出馬就是策略了 前期獲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最後HERA還是靠著 趨著羅倫的天生的優勢 很好的壓制 法蘭克後期的這個組成 那沒有想到最後是打這個環樂投資手 打這個火槍兵配槍兵的效果 其實蠻好的 比如想用重的還要更好 但我覺得有一部分 是因為YO的火槍 有一直被送掉的關係 也有可能也是因為 弱馬一直給壓力 可以做到一個相輔相成的一個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HERA拿下資源上勝利 這場比賽 也可以說是用HERA用資源 把資源砸在YO的臉上淹死了對手 基本上HERA其實也是損失了很多單位 可以看到這邊單位死亡 其實HERA也是損失了很多 但最後還是用了150穿戰術 直接用經濟打死對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проблем 我們下次有沒有看 我們下次見 要請 不提他 就不聽 有董 有 我們下次再祝好 我們下次再見